上次在小鹿的小卖部被砍了一大笔钱 所以我决定要烦气 看我开的小卖部 现在就跟小鹿上钩了 会不会竟然也开了小卖部 就咱们瞧瞧去 哎呦喂 你也开小卖部了 今天开业大超兵 有50元区 还有20元区 10块钱也能买到年哦 1块钱能买到20手的 5毛钱就只能买到3手年了 不 那我来看一看 星光蛋看着还不错 给我来两个 没问题 两个算你20块 什么这么快 看清楚了 这是10元区 买一送一了 算我10块钱好吗 开张第一单 那留算你10块钱吧 哎 这边是不是二手的蹦蹦堂尼啊 这个一个只要1块钱哦 1块钱不就相当于不要钱吗 算我一个好了 那看看你是第一个顾客的特长 就免费送你一个吧 哇塞 这些奶茶泥看起来好可爱啊 这些都是10元区的啊 明明他们零1块钱最近 你别骗我了 肯定是1块钱 那好吧 那就算你1块钱了 这个游戏桶尼这么小 也要10块钱 还没有5毛钱区域的你多呢 老板 你是不是客人啊 那算你5毛钱好了啊 这就总多20块钱啊 哎 等一下 这个蹦猫堂好像有这样问题啊 里面的小玩偶在哪里啊 可能是不小心弄掉了吧 不行 那我不要了 除非你给我换个新的 换新的 新闻不是用50元的 做老板 当然要有诚信了啊 这么多 帮我算下多少钱吧 加3块 加4块 别算了 刚刚不都说好10块钱的吗 那10块钱都10块钱吗 老板 新店开业 你难道都不给个优惠吗 给我打个6折好了 6块钱 就6大售嘛 行吧 6块钱就6块钱嘛 都买了这么多东西 难道你不给个小礼物吗 算了算了 我自己来跳 整股必备 臭皮包来一点 这种小能炸你 一看就超便宜 只能送我两个嘛 你看看你家的棉花山 就剩这么点了 我帮你收拾啦 这些假水就只剩一半了 你还拿出来卖 我都帮你消化了吧 新店开业放个马桶都会起 也给我吧 喂 你这资品拿的太多点吧 我给你20好了 不用感灵了 吃的还差不多 我肯定走好 欢迎下次攻凌 嗯 嘿嘿 下次还来你家买 真的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不会吧 玩具币